您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人都是要死的》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1万字 我会用20分钟左右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精髓 当死亡不存在的时候,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自古以来,永生两个字一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许多帝王将相都在寻找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 期盼可以拥有无穷无尽的生命 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正实现了永生 他是否会觉得快乐呢? 当拥有了无穷无尽的时间 他还能享受当下的这一刻吗? 当看到历史一遍一遍地重演 他是否会逐渐变得冷血和麻木呢? 在这本小说里,作者通过一个不死之人的故事 展示了他对生活、生命和死亡的理解 这个故事借用一个永生之人的视角 讲述了他经历的数百年的光阴 他从最初的欢心雀跃到后来的烦躁厌倦 在永生中体验着无止境的折磨 全书像是一场精彩的时空旅行 带着你走过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美洲、法国 同故事的主角一同经历那些历史上著名的事件 本文作者西蒙纳德·波弗瓦是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他的作品《第二性》奠定了女性主义的基石 他和萨特的婚姻一直备受关注 两人都是著名的思想家 相伴终身却一直没有结婚 两人除了彼此都还有其他的爱人 这似乎并未影响两人的感情 他们一生相互交流、相互扶持 对彼此的情人保持宽容 保持着所谓的开放式的契约婚姻 介绍完作者和本书的基本情况 下面我就分三个重点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 女演员期望通过永生的爱情 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个重点 永生之人期盼创下不适的功绩 最终被现实击败 第三个重点 在永恒的生命中 所有的热情都被消耗殆尽 剩下的只是无尽的折磨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女演员期望通过永生的爱情 来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雷吉娜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演员 她有一头金发 宽阔的前额 蓝色的眼睛和顶直的鼻梁 她的事业非常成功 她结束她的表演 观众的掌声和欢呼 如同山石滚滚 但她总是觉得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观众们会为她喝彩 也会为别人喝彩 舞台上有那么多的女演员 她们都光彩动人 观众们注定是多情的 就像草地里的成千片小草 人们无法分辨每一颗的区别 即使她死去了 也不会对这个舞台有什么影响 人们可能会怀念她一段时间 很快就无人记得了 她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迫使她直面自己的平庸 直到有一天 她在小旅馆里遇到了福斯卡 她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特殊的方法 她最初觉得福斯卡是一个奇怪的人 整日躺在一张折叠椅上 像苦行僧似的纹丝不动 每天早晨 她在那里不看书 不睡觉 不向谁说话 张大了两只眼睛 呆望着天空 从黎明到深夜 躺在草地中央 不移动一步 雷吉娜躺在她身旁的草地上 福斯卡对她视而不见 仿佛她是这草地里的一株野草 一棵树木 或者一个椅子 这唤起了她的征服欲 她想让这个人看到她的存在 她试着和她聊天 探听她的秘密 还带她去了巴黎 在雷吉娜的感染下 福斯卡逐渐拥有了正常人的生活 她开始吃饭 正常说话 而且还对雷吉娜动心了 是雷吉娜唤醒了她 让她从麻木的状态中醒了过来 又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她殷切地想见到雷吉娜 甚至一次冒着危险 爬上了三层楼 只为进房间见她一面 雷吉娜却开始对她感到不耐烦 她对她的兴趣都源于 她是一个特殊的人 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当她恢复正常的时候 她便失去了那点兴趣 为了经常见到雷吉娜 福斯卡在半逼迫下 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她是一个出生于 十三世纪的不死之人 在她眼里 荣誉和名利 都是转瞬即逝的小飞虫 招生募死 这个世界也不过是 一遍遍的轮回和重演 没有什么好执着 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 雷吉娜看到她眼中的自己 一个可怜的小飞虫 她会每上一段时间 很快长满皱纹 白发苍苍 而她所追求的出名 在她的眼中 只不过是在 另一些小飞虫的心里 留下一个苍白的回忆 但她却是永生不死的 这个世界属于她 雷吉娜想要得到她 再也没有比得到 一个永生之人的爱情 更能说明她与众不同的了 她将会活在她的记忆里 随着她的生命 一起天荒地老 她和男友分居 和福斯卡同居了 最开始的那段时间 福斯卡堪称完美 她只做雷吉娜喜欢的事情 在她不在的时间里 她就在房间里等她回来 她永恒的生命 好像只是为了她存在 这让她十分满意 她像一个骄傲的少女 拥有了一个永生的情人 像神指一样的永恒伟岸 还对她百依百顺 但好景不长 一天晚上 雷吉娜到家时 看到福斯卡和安妮 正在聊天说笑 两个人面前 摆着几杯葡萄酒和煎饼 像是刚进行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雷吉娜感到嫉妒和愤恨 福斯卡居然开始 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聊天了 还表现出对安妮的讲话 很有兴趣的样子 难道就没有办法 让他们没有她的时候 就不存在吗 这是一个不祥的开始 福斯卡逐渐开始怠慢她了 她忘记了两人的约会时间 不愿意做她吩咐的事情 也开始对她展示出 不冷不热的情绪 终于有一天 福斯卡离开了 雷吉娜在一个旅馆里找到了她 福斯卡对她说 她曾以为她可以再次 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但是她失败了 她在永恒的生命中 失去了热情 在旅馆中 福斯卡为她讲述了过去的经历 不死是一种天罚 她的故事要从这句话开始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永生之人 期盼创下不适的功绩 最终被现实击败 1279年 福斯卡出生在意大利卡尔莫纳 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富人时常担心被没收财富 求人被科捐杂税压垮 人们抗议不断 掌权者不断变换 掌权者都没有好下场 不是被愤怒的民众捅死 就是被反叛者掐死 然后新一任掌权者继位 等待着下一任的推翻 在公爵刚上台时 百姓总是兴高采烈 竟和自己摆脱了上一任暴君的统治 但很快 他们又会对这一任公爵不抱希望 期盼下一位公爵的来临 这一次 命运的轮盘 转到了福斯卡的头上 他成为了新一任的领袖 他从一个乞丐处得到了长生药 乞丐正是因为有了这瓶药 以为自己终会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对当下的世界毫不在乎 变得放荡不羁 挥霍无度 最终沦为了乞丐 可是他直到垂垂老矣 也没有勇气将这瓶药喝下去 陈氏已经太多痛苦 他不敢将这种痛苦 延续到生生世世 福斯卡喝下了药 昏睡了四天才醒来 意识到自己可以永生的福斯卡 欣喜若狂 开始朝着他的野心进发 他开始了铁血整顿 命令全城人将金银珠宝全部献给他 将这些换成了小麦 羊毛和军队 他征收重税 禁止男女穿戴首饰 铺张奢侈 强迫男人必须在22岁前结婚 女人则要养儿育女 商人贵族耕地的农夫 织布的工人通通都要当兵 人们穿上了盔甲 跟随他开疆阔土 30年之后 福斯卡拥有了意大利最强大的军队 但百姓并不幸福 对他意见纷纷 连福斯卡的儿子也对福斯卡充满敌意 对他展开了一场预谋已久的行刺 却反而被福斯卡一箭刺死 命散皇权 福斯卡的儿子死了 妻子也病逝了 他没有了一切牵挂 继续朝着目标前进 战争愈演愈烈 他拥有的疆土越来越大 创下的功绩越来越多 一次他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用炮火将一座城市的城墙击倒了 士兵们欢呼雀跃 进了城之后 却发现整个城市全部都空了 居民们早已逃之夭夭 房屋里的地毯 摆设 珠宝 银器也全部被带走了 酒桶被通通倒空 面粉和面包被烧成灰烬 全城只找到了一个人 是个矮小的妇女 她的丈夫因病无法行动 她便也留了下来 福斯卡愤怒地问这个妇女 为什么其他人都走了 只问是不是大家以为 她攻下城后会去抠婴儿的眼睛 妇女说 他们不信这些话 福斯卡说 二十多座城市在她统治下繁荣兴旺 在蒙特基亚罗 奥尔西 巴莱佛 人们从来不曾这样幸福 妇女说 帕格拉人不一样 福斯卡盯着这个妇女的眼睛 她想起了多年前 被她赶进壕沟的妇女和孩子 看到了这个荒凉的城市 和脚下的一句句死尸 一种无力感也席卷了她 她的疆土的确大了 但人们好像并不爱这样的生活 福斯卡试着换一种方法 去建设卡尔默纳 她签订了和平的条约 解散军队 降低税收 取消对奢侈品的限制 贷款给商人 工商业快速发展 大量外国人到此定居 出生率同样有了提高 卡尔默纳的人口快速增长 这样又过了三十年 百姓穿得好了 住得好了 但问题再次出现了 人们看起来仍然不幸福 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没有喘息的时间 福斯卡希望改变他们的状况 但有人指出 如果减少工作时间 或者提高薪水 将会提高商品的造价 导致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 工人就会和商人一起破产 福斯卡在无奈之下 只能妥协了 1449年 农作物欠收 意大利的小麦价格上涨 许多工人无法养家糊口 工人们带上了武器 开始在城中抢夺贵族和资产阶级 他们封了60名骑士 想要结束福斯卡的统治 他们承诺给百姓面包 取消所有债务 还到处宣传 因为福斯卡与魔鬼签订了契约 所以不老不死 他们高喊着打倒魔鬼的儿子 处死暴君 开始进攻宫殿 卫兵们在窗前用弓箭射向那些暴民 贵族们得到了报信 也涌了过来 叛乱最终被扑灭了 工人们的房屋燃烧着 道路上尸横遍野 士兵们欢呼雀跃 福斯卡觉得愤怒而无力 他将自己关在宫殿里 整日在女人的怀里沉睡 一天他心血来潮 走出城墙 向这个城市看去 卡尔莫娜经历了这么多的和平和暴动 依然纹丝不动 他看这座城市看了200年 已经看宴了 他走了几个小时 看到了一个坐在巴旦杏树下的小女孩 小女孩从拿着几片花瓣 放进嘴里品尝着 在孩子的眼里一切都是新的 充满生机和美好 他想应该有一个孩子 一个属于他的孩子 十个月后他如愿以偿 他的孩子安托纳诞生了 他将安托纳送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宫殿里 他巩固和平 不愿让安托纳沾染上好战的思想 他将艺术家和学者招进宫里 希望为安托纳提供最好的教育 他还找了几个人给他做伴读 其中就有那个巴旦杏树下的小女孩 贝亚特利斯 安托纳慢慢长大了 他爱生活也爱这个世界 他擅长绘画和音乐 几乎和老师一样有学问 他也擅长骑马和狩猎 经常从事一些冒险的活动 并且以此为乐 安托纳无比优秀 但是他也开始对福斯卡的掌控感到厌烦 他的一切都被他控制 无法自己做主 他受够了和平 他希望靠着自己的力量 立下赫赫战功 在他百般请求之后 福斯卡同意了让他做主 安托纳如愿上了战场 他强壮勇敢 一举攻下了里维尔 但在冲锋时他受了伤 福斯卡看到他的时候 安托纳的肚子上有个窟窿 已经命在旦夕 但安托纳仍然微笑着问福斯卡 是否为他感到骄傲 福斯卡的心中有一座火山在燃烧 二十年的心血 这样就被毁去了 但他仅仅是回答 是的 在宫殿外 百姓们唱歌跳舞 兴高采烈 庆祝战争的胜利 他们甚至呼唤着安托纳的名字 为安托纳的勇敢而赞叹 但在这座肃穆的宫殿里 安托纳已经安静的去世了 福斯卡又成了孤身一人 十年又过去了 这是不愉快的十年 意大利被外国军队打压 纵火 抢劫 屠杀 时有发生 福斯卡被迫接受了法国人的保护 但意大利却在外国人的暴政下 不断内战陷入混乱 福斯卡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 也是每一个城邦的过错 正是因为每一个城邦的野心 意大利无法像法国和英国那样统一起来 才会惨遭外国人的入侵 此刻在德国军营中 在佛罗伦萨驻房营中 在法国国王的心中 发生的一切都在决定卡尔默纳的命运 唯独卡尔默纳人无法决定卡尔默纳的命运 福斯卡骑马在山上驰骋 他盘绕而上 整个意大利都在他眼前 他远远望去 卡尔默纳只是小小的一块 意大利也是小小的一块 他觉得应该做一件真正伟大的事 统一全世界 他离开了统治了两个世纪的卡尔默纳 去了神圣罗马帝国 在那里 他帮德国王子登上了皇帝宝座 期待他历经屠治 一统天下 但是在查理武士在位的期间 不但没有达成他的目标 帝国的斗争反而越来越加剧 教派的冲突也更加激烈 他们侵犯美洲 印第安人被逼迫日日劳动 有些人为了反抗和解脱 只能吞下泥土和石块来自杀 故事在一遍遍重演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滚动 人们的意志在其中显得无比微小 无足轻重 福斯卡发觉自己的意愿好像从未取得想要的作用 统一的世界并不存在 只有一个个四分五裂的人 最终皇帝隐退了 不管他经历了什么 他的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而福斯卡则会在漫长的生命里永远不能安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重点 在永恒的生命中 所有的热情都被消耗殆尽 剩下的只是无尽的折磨 福斯卡已经不再会为了自己的得道而欣喜了 他也不再试图改变世界了 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作用 世界是无法被改变的 他决定做一个与世无争的旁观者 他开始了一段周游世界的旅程 在那些年里 他穿越大海 跨过荒漠 乘着中国的小帆船航行 走过了广州 攀登过青藏高原 看到了马六甲 卡里卡特 萨马尔汉 去过柬埔寨的森林 和印度莫沃尔帝国国王 还有巴斯阿巴拉玛国王一同用餐 他最后跨过太平洋群岛 在维拉克鲁斯登岸 到了墨西哥再次出发 然后在美洲大陆上漫无目的地穿梭着 在美洲他遇到了一个探险家 探险家想去中国 两人一起同行了一段时间 但最后探险家不愿意再和他同行了 他说 我不愿意在你的目光下死去 就此与福斯卡作别 18世纪 福斯卡到了巴黎 他偶遇到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 玛丽亚娜 玛丽亚娜对世界的热情感染了福斯卡 两个人相爱并结婚了 一切如他想象一般美好 这样的爱情是应该永恒的 可福斯卡知道 总有一天 玛丽亚娜的头发会逐渐花白 躺在一个棺材里 长棉于地下 福斯卡不敢告诉玛丽亚娜真相 怕他像其他人一样疏远他 他尽力伪装自己 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模样 随着玛丽亚娜逐渐年长 福斯卡也将头发染白 他还戴上了眼镜 努力地模仿老年人的姿态 但有一天 有人告诉了玛丽亚娜这个秘密 福斯卡是不死之人 他已经活了很多很多年 有过妻子 也有过儿子 玛丽亚娜开始对他感到恐惧 他将身心都献给了福斯卡 他以为他们可以同生同死 但真相却是 他的一生几乎都活在他的谎言里 他只是他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点缀 他会死去 而他很快会忘记 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 玛丽亚娜也真正的老去了 他哭黄消瘦 面容疲惫 从他得知他的谎言那一刻 他已经注定要走入死亡的深渊 终于他在一个夏天死去了 玛丽亚娜消失了 一个世界沉没了 福斯卡再度变成了孤身一人 后来他与外曾孙阿尔蒙 一起参加了共和派起义 但他已经难以相信世界会有什么改变了 在故事的最后 他仍然是一个独行者 他的生命与世界同样漫长 可他已经同一个死人一样沉没 承受着世界上最深重的孤独 如果他曾经做过了一个梦 在世界的最后 所有人都死去了 大地一片白色 月亮照着白茫茫的大地 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 还有当初他用来试药的老鼠 在永恒中无望的打转 说到这里 我们的内容就为你分享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介绍了 雷吉娜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演员 他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 迫使他直面自己的平庸 直到有一天 他在小旅馆里遇到了不死之人福斯卡 他将福斯卡带到了巴黎 两人同居了 最开始的那段时间 福斯卡堪称完美 他永恒的生命 好像只是为了他存在 这让他十分满意 但很快福斯卡就开始怠慢他了 他忘记了两人的约会时间 不愿意做他吩咐的事情 也开始对他展示出 不冷不热的情绪 终于有一天 福斯卡离开了 雷吉娜在一个旅馆里找到了他 在旅馆中 福斯卡为他讲述了过去的经历 其次我们介绍了1279年 福斯卡出生在意大利卡尔默纳 那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人们抗议不断 掌权者不断变换 福斯卡成了新一任的掌权者 在最初的几十年 他征收重税 禁止男女穿戴首饰 铺张奢侈 人们穿上了盔甲 跟随他开疆阔土 福斯卡拥有了意大利最强大的军队 但人们并不幸福 福斯卡试着换一种方法去建设卡尔默纳 他签订了和平的条约 解散军队 降低税收 取消对奢侈品的限制 贷款给商人 工商业快速发展 大量外国人到此定居 但工人们仍然不觉得幸福 还发动了一场叛乱 后来法国和英国统一了 但意大利始终没能统一 福斯卡离开了卡尔默纳 去了神圣罗马帝国 期待做一件真正伟大的事 统一全世界 但是他不但没有达成他的目标 帝国的斗争反而越来越加剧 教派的冲突也更加激烈 故事在一遍遍重演 历史的车轮在不断滚动 人们的意志在其中显得无比微小 无足轻重 福斯卡发觉 自己的意愿好像从未取到想要的作用 统一的世界并不存在 只有一个个四分五裂的人 最后我们介绍了 福斯卡开始了一段周游世界的旅程 在旅途中感到厌倦和疲惫 后来他到了巴黎 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所爱的人 玛里亚娜 并且和他结婚了 婚后的一切如他想象一般美好 但有一天有人告诉了玛里亚娜 关于福斯卡的秘密 玛里亚娜开始对他感到恐惧 两人的关系逐渐恶化 玛里亚娜也逐渐老去了 他哭黄消瘦 面容疲惫 终于他在一个夏天死去了 福斯卡再度变成了孤身一人 后来他与外征孙阿尔芒 一起参加了共和派起义 但他已经难以相信世界会有什么改变了 在故事的最后 他仍然是一个独行者 他的生命与世界同样漫长 可他已经如同一个死人一样沉默 承受着世界上最深重的孤独 给你 graph笙梦 猪 probable 李咯 flashlight 不灶 好吧 这是